整形医师进到手术室看似很正常 但仔细看这地上怎么有一罐酒精浓度5%的法国白啤酒 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我是蛮怀疑的 现在是先说话就没事吗 你以为我们大家是瞎子吗 喝酒被抓到你竟然怪photoshop 你是在教授 湘明表示不可以消毒吗 再来就是大事了 原来连玻尿酸都可以掉包 下巴一整块瘀青 就算贴耳美容胶部还是看得出来 精英女王宁宝珠控诉找蔡家朔医师打玻尿酸 但术中暴痛持续10小时 狂吃5次止痛消炎药都没有用 整形医师蔡家朔把用在身体上 叫低价的玻尿酸打在脸上 然后据员工爆料给客人看 这个私底下打便宜的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你也真够分析的卖东西给假货 也就算了打身体的 你也敢这样搞你到底有没有良心